为感谢大科社区发展协会在疫情期间持续为长者提供共餐活动 泰山区长林庆峰特别代表市长侯友宜颁发感谢状 期盼结合社区营造与其实分享概念 为长者打造更好的环境 泰山区公所推动老人共餐为社区长辈提供服务 区长林庆峰感谢大科社区发展协会 在疫情期间持续为长者提供共餐活动 特别代表市长侯友宜颁发感谢状 期盼结合社区营造与其实分享概念 为长者打造更好的环境 在这里我们颁发一个新北市的基优老人共餐的一个团体 很谢谢明泽理事长在我们整个大科社区这边的老人共餐 真的是用心又用力 原先其实我们整个老人共餐原来只是一个星期两次 大家一起出来共餐 可是我们大科社区一个星期 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办老人共餐 李明哲理事长表示大科社区志工团队 从周一到周六都来据点协助 亲自采买冰料理适合长辈的健康餐食 也感谢市府提供的西食食材 让社区长辈能够享受共餐服务 可说是美味人其味都实在到位 在疫情严峻的时候我们也提供了便当的一个外带服务 那让长辈可以在家里也可以享受美味的佳肴 那也可以做好防疫 那不但是我们从结合我们新北市的一个相关的习食分享网 也结合社区内的一些相关资源 那动用相关的一些制衣工伙伴 一起来为长辈打造一个好的一个 那个共餐的一个环境 林清风区长指出搭配银法俱乐部 让长辈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活动 实际有助身心健康 并感谢里长社区理事长等 在疫情期间持续以送餐服务长辈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